乾隆八十八岁时,嘉庆敬献一十三岁少女,乾隆笑那只,半年后他便守寡了,历史上的帝王往往更倾向于追忆他们心目中理想的爱,哪怕这份爱早已随时间流逝,而后宫中的家里,其人生轨迹往往被帝王一念之间牵动,他们来自天各一方,却共同承担起陈殿殿的宫廷命运,尽非就是这样一位,他原是来自满洲八大家族之一,傅茶室的后裔, 一个偶然的机会改变了他的人生,让他从十三岁的少女一步步沦为帝王宠爱,后又守着宫廷示威的寡句,尽非那摇曳多变的宫廷命运,恰如他名字一般,是宫中一缕浮光掠影,欢迎收看本宫八历史,点个订阅,一起学习历史知识,嘉庆六年,皇宫中举行了一场不起眼的选秀,这原本只是轮到嘉庆帝后宫临时嘉选新人的日子, 然而在众多送来的闺秀中,有一个叫牛谷路氏的十三岁女子历史便引起了嘉庆帝的注意,她与已故的乾隆皇后傅茶室楚楚动人的容貌有几分相像,此事让嘉庆帝心中一动,她想起自己年迈的父亲乾隆帝,如今已是八十八岁高龄,正值思念故人之时, 于是嘉庆帝决定将这个姑娘送到乾隆帝跟前,献给她在晚年怀念旧爱,就这样,还不安世事的十三岁少女牛谷路氏被送入了乾隆帝的后宫,不久便受宠的风味尽常在,然而好景不长,才过了半年,乾隆帝便驾崩了,年仅十四岁的牛谷路氏,在妙龄之际就成为了一名寡妇, 当天,宫中忽然传出哀乐,紧常在穿着肃静的白衣,站在墙根处,看着宫女们打扫臂仪的用品和镜房的漫章,这才意识到乾隆帝已经不在人世了,她还记得,当她第一次被带入宫中,乾隆帝用充满怀念的眼光看向她时,自己心中涌起的惶恐和不知所措, 她是一个懵懂的少女,对这个老太隆中的帝王并没有实质的感情,仅仅是受了她一时的宠幸,如今,她成为这个世界上唯一的寡妇,尽常在心中并没有太多悲痛,只是觉得有些不真实,她看着宫女们忙碌的身影,忽然很想念家中的母亲,如果时光能倒流,她想跑回家中,哪怕只是过一日平凡人家的日子,那该多好,在这森严的宫禁之中,尽常在的日子并不轻松。 她本是满洲八大家族之一,曾经显赫意识的傅茶室后裔,但在她还未出生时,这个家族就已经日渐衰微,她的祖父也为谋反的罪名被斩,她的父亲也早早病故,如今,这个少女就是傅茶室谨剩的血脉,尽常在生性温柔内敛,从小便乖小听话,讨人喜爱,她本可以在家人的呵护下慢慢成长,过上无忧无虑的少女时光,哪知一知旨意, 她便被忠心腹地的清宁宫,过起了与世隔绝的深宫生活,这里美貌不再是资本,全是争斗不会留情,她必须时刻提防来自各方的算计与案件,小心翼翼的讨好主子,才能获得一点联系。 而今,更是群龙无首,后宫中的宫女宫妾都在观望新帝的态度,尽常在身份尴尬,既不像富贵妃嫔,可以凭恩宠作用侍女,也无家事可账,只能截然一身,小心翼翼的过每一天,庆帝登基后,朝中势力重新洗牌,傅茶室一族早已来是不在,此时更是风雨飘摇, 但庆帝对晋常在却始终怀有愧疚,毕竟将他送入至深宫的,正是他的一念之差。 于是,他下誓在宫中对晋常在礼遇有加,众人亦不敢对他有所冒犯,生怕触怒皇上,然而晋常在自己,对这突如其来的恩宠并无实感,他还保有着对这场误会缘起的迷茫记忆, 他望着宫墙上的倒影,想着自己还是那个无依无靠的少女,并没有什么改变,日子一天天过去, 尽常在从一个懵懂少女变成了沉默寡言的宫廷女子,他不再有朝气的笑夜,取而代之是淡漠的神情,家庆帝恩宠有加,他也不再感到亚异和荣幸, 他始终记得自己不过是一时错配,一个可有可无的提身。 直到有一日,他忽然被召唤到家庆帝跟前,静贵人,行了一礼,退下了,他并不感动,甚至有些恍惚, 原来自己至今仍是那个提身,那个影子,家庆帝说他与己有缘,他自己却不这么认为,他与他本无任何交集, 今日的一切,只因一个误会,一场误会,竟牵动了他的余生,他想起自己还在家时的样子, 那时的他,也会在大晴天坐在院子里翻阅规格小说,会日日秀着一方手帕送人,会偷偷往嘴里塞糖果, 然后被母亲捉到弄得脸颊鼓鼓的。 那个生机盎然的少女,已经一去不返了,取而代之的是现今的他,一个对未来迷茫, 几乎丧失自我的宫廷女子,静贵人独自一人坐在宫殿长廊, 眼看着一朵朵莲花在池中绽放,然后在风中落下凋零,他忽然觉得人生也是这样, 盛放与衰败都在虚之间,静贵人寡居后宫十余年,不声不响, 直到道光登基,他才再度被召见,锦妃被这突如其来的恩典惊呆了, 多年来,他已习惯了沉默寡言,过着不问世事的日子, 没想到今日呼的风飞,让他有些不知所措,道光帝似乎看出他的惶恐, 慈眉善目地开启道,锦妃不必过千,你我皆成两位先朝恩泽,便是一家人, 朕带你如母,你也当是朕如此可好,锦妃闻言,心中一软,竟隐隐落下泪来, 他想起那个为了取悦两代帝王,不得不扮演他人绝色的少女, 想起那个在深宫之中不明不白守寡的青春女子, 更想起那个在时光荏苒中渐渐丧失自我的宫廷女人, 如今他终于等来了一句知心话,也许做回自己才是真正的解脱, 锦妃望着窗外的风景,眼前似乎又出现了那个还未进宫前的自己, 那个少女有着灵动的毛子,脸上总挂着孩子气的笑容, 锦妃忽然很想念他,想念他那没有经历风霜的青春岁月, 也许还不晚,锦妃呢喃着,抚上自己干枯的面庞, 锦妃在宫中度过了几十年光阴, 他眼见两个帝王相继驾崩,又见一个新的帝王登基, 他眼见锦妃一词从耀眼到失败,再到无人问津, 他眼见自己从懵懂少女,变为受宠妃子, 后来是寡居的贵人,最后成了人们先有提起的太妃, 兴衰变迁,他都见证了,在皇宫最繁华的时期, 他怀揣着对这一切的疑惑, 到了皇宫示威之时,他学会了接受命运的安排, 他明白一点,宫廷中,再高的位分也不过是浮光掠影, 再深的感情也终会在时光里沉淀, 唯有做自己,才能获得内心的自在,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,他不再是那个体身, 而是宫中最为宁静的一盏烛火, 直到百年之后,这最后一缕附茶室的香火也终于燃尽, 他就这样,完成了自己在人世间的功课, 他望着窗外紫禁城的轮廓, 忽然想起自己还是个稚嫩少女时, 第一次跨过这道门槛时的情景, 一转眼,光阴荏苒, 他已经度过了整整一生, 宏伟的宫殿与他的青春岁月一起飘逝, 一切不过是净花水月,化为尘埃, 尽非清河上了双眼,他已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平静, 原来,成佛就在一念之间, 乾隆皇帝在位共六十年, 这是清朝鼎盛时期, 他开明文质, 使国泰民安, 被视为中国历史上一位卓越的君主, 但即使是这样一位明君, 到了八十八岁高龄, 也难逃人生最后的孤独, 妻子早亡, 儿子女儿们各奔前程, 身边只剩下几个老臣和太监侍奉, 朝政大事, 他已不再过问, 整日在宫中度过, 宫中金碧辉煌, 供奉极致, 但终究不如温暖的人情陪伴, 那一年, 乾隆望着窗外落英缤纷, 心中莫名涌起一阵落寞与哀伤, 他似乎看到年轻似的复察皇后, 在花丛中奄然一笑, 自己心跳加速, 像个少年人一样窃喜, 转眼间白发苍苍的自己, 却只能在回忆中追溯那非逝的青春和爱情, 这份哀伤不仅因为思念逝去的爱慮, 也因为无法追回生命中的美好时光, 就在这时, 十三岁的沙姬复察氏被送了过来, 乾隆看到这个年轻貌美的少女, 心中一喜, 也许这就是上天送给自己的又一个温暖吧, 哪怕晚节不保, 但也想体会最后一点做人的温暖与喜乐, 于是乾隆欣然将沙姬复察氏那为妾氏, 每日与他闲聊家常, 说说年轻时的故事, 乾隆都能从中获得慰藉, 也许我们都不该苛责这个孤独的老人, 因为每个人的内心都有渴望温暖的本能, 尽妃的经历只是封建王朝深宫所发生的一纷繁复小故事中的一段, 他以十三岁之灵入宫, 最终以百岁高龄离世, 他经历了太多, 又学会了放下, 其实每一个深宫女子的命运都不计相同, 她们各有不同的遭遇, 各自收获了人生的不同领悟, 但纵观所有的宫廷命运, 我们都能从中看到, 在那个封建专制的时代里, 女性是多么的脆弱和坚韧, 她们在大事前苦苦支撑, 在变局中默默付出, 用自己的方式撑过了那些风雨飘摇的岁月, 也许正是有了她们, 这辉红的历史记录才分外令人唏嘘与倦勇。